国立中华苏凡大学微博会合政府推动力量申业的发展 是与台东国分优衡公司合作 在在建立校区来的体育官的处定 增设1584平的太阳联邦 以后一年可以发展量1962万万多 国立中华苏凡大学和台东国分优衡公司合作 在建立校区来的体育官处定设计太阳联邦 新维尊台湾头一间庚店苏凡大学 我们学校的体育馆的上面我们有太阳能板的装置 那今天6月29号我们在国立商华师范大学举办 这个举用的典礼 那我们这一次的太阳能板总共装置了1584片的太阳能板 那这总共的容量可以提供467kwp 那这个差不多是一年的产值将近300万元左右 台东公司登记地力发展太阳更电系统 并且就推荐台湾力量申入 以及优积的太阳能团队 搭着太阳更电系统 那个政府在2025年要整个太阳能 它建设永远要达到20个举岗 那以我们产业界来讲的话 除了土地资金跟技术的问题以外 其实最重要是人才的问题 我们国立商华师范大学 我们富有教育的任务 那我们这一个活动 除了说可以让对节能减碳有一些贡献以外 我们也希望在教育方面能够对我们的学生有一个好的示范 国立中华师范大学学校公表示 希望就这次的合作可以带动国家的人 中市力量宽保企业 大中华新闻亦芳吴中华 蔡凤博德 中文字幕志愿者 蔡凤博德